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的美男大咖谈 我是主播小鱼 我们今天拍摄一个新的板块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关于时尚美妆和近期流行的一些资讯 我们今天欢迎独立品牌设计师Sara 谢谢 好 我们现在来问一些问题 首先您的品牌为什么会叫做Mellon Blocks 其实在命名这个Mellon Blocks的前缀的时候 是为了纪念我的一个老师 他对我是设计的启蒙老师 他来自于意大利米兰Elena 所以我想纪念我最初开始设计的时候 就命名为Mellon 然后Blocks呢就像你现在看到的这样 这些包就像方块一样 所以叫Blocks 对它是代表我整个设计的一个 那个framing的一个代表 对 那您为什么会走设计师这条路 其实走设计师这条路呢 是我从小的梦想 我在小时候就想作为一个设计师了 可是我呢就和大多数孩子一样 生活在一个普通的一个普通又很传统的家庭 父母不想让我走设计这条路 所以我第一个专业是Business 他们认为设计是牛芒做的 对但是当我在大学毕业之后 我进入了一个外企的工作 在上海那个秋天 2012年的秋天 我在那里做了一个礼拜 然后辞职了 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应该去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那就是做我的设计 我要从头开始 所以我从头开始学设计 所以您是非常有勇气的 就是在学了Business 在家人极度反对的情况下 自己毅然决然的 还是选择了这个设计这条路 对 那您后来从国内这个辞职之后 是自己有在学习一些设计方面的这个专业吗 对 其实最开始呢 我就来到了美国 我最开始就和很多Business Small Business一样 最开始就把自己 所想要卖的东西放在Ebay上卖 我最开始是在Ebay上做Business 可是我后来才发现 我的客户 他们更喜欢一些那种独特的东西 所以我开始做了一些 自己的一些创意 我就发现客户 更倾向于买我的创造的东西的作品 而不是一些传统的产品 所以我就开始了自己的一种 在没有任何艺术设计的背景下的一些创作 可是后来我就遇到了很多困难 对 我就去了 专业的学校学习 我去了米兰 意大利 我去了英国伦敦 我还去了 纽约的Parsan OK 所以这段时间 就是家人也是一直都不支持你的是吗 对 我家人就非常传统 就觉得 你已经这么大的年纪了 你应该去结婚 生孩子 然后应该去有下一代 不应该再去学习了 可是我觉得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应该有梦想 应该去追求 不应该就生活在一个平淡的一杯水中 对 我也特别欣赏和佩服您的勇气 谢谢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 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点 让您决定成立一个自己的品牌 就是在决定成为自己品牌的时候 也就是在我遇到了 就是我在一杯上卖东西的时候 遇到的那个瓶颈 我不能再上去了 我的 就是我就发现很多客户 他们的要求更加的高了 他不想要普通的东西 他们想要更独特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时候 我应该做一个自己的品牌 应该开始创作自己的设计 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转型了 从一杯转型到自己的official website 所以您觉得市场喜好和现实中自己的想法是否有矛盾呢 您的选择是什么 您看你现在已经有一些固定的客户 对吧 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是喜欢你的设计 但是最总体市场而言有更多的客户 你觉得喜好还是 人家的喜好重要 还是坚持自己的设计更重要呢 我觉得应该是要把它合并起来的 不能就是单方便的去坚持别人的喜好 或者是光是自己在那里设计自己的想法 对 我觉得应该是要把他们的喜好和自己的想法相结合 然后达到一个perfect的那个点 达到一个平衡点 对 平衡的一点 然后就把这种的东西给做出来 对 我特别佩服你 特别厉害 特别有想法 这个您独立设计的这些包包啊 这个品牌的定位是什么呢 你觉得消费者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群 其实最最开始的时候 我定位的人群会比较年轻一点 可是后来我发现 我的消费人群应该是在30到40岁左右 因为他们有一定的消费能力 然后呢 这一群人都比较倾向于去追求 就是追寻我们的过去 在什么60年代 80年代那个时候的一些 穿的衣服啊 颜色啊 或者复古的呀 这些风格 这些元素 这一些元素就像我现在的设计一样 就是其实它是有很多复古的一些元素在里面的 比如说这一款是我给它命名叫launch box 在我们小时候的时候 像爸爸妈妈那个年代 他们去野餐就喜欢把什么变 把自己的什么饭啊菜啊什么的放在一个launch box里面 其实那就是和那个年代有一个connection 其实我是在和我的客户说话 只是用艺术的一种形式来和他们说话 对 就是我觉得您这款设夹 作为一个门外人来讲 就是用了以前的一些元素 但是呢 也结合了现在特别流行的一些元素在一起 比如说这种纹路啊之类的 对 这种纹路和这个材质 对 就是比较modern和现代化的那种硬的那种感觉 对 嗯 特别好 呃 你选择的目标是什么 就我们知道啊 设计师呢 呃 要搞一搞人籍关系 经常参加一些活动party啊之类的 还要focus在自己的设计上面 对吧 那您是怎么平衡这三者的关系呢 您觉得哪个比较重要 其实真的很难 有时候 呃 这是一个让我很upset的 有时候比较upset 说实话 就是你要不停的去social 又要在自己的小窝里面画画啊 怎么做这些作品啊什么的 嗯 我自己平衡的那个点的话 我认为就是 嗯 需要去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好 就是在一个月内 我们要做多少次的social 然后有多少的时间 你应该去做自己的作品 不要就是光去social忘记作品 或者是一天在那里作品 然后又忘记social 这样也不好 就是要去学会合理的计划一下吧 那你最开始就是啊 想做设计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说 哎我做设计了之后 我成立了自己的品牌 我可能会有很多social啊party啊 有很多跟人之间打交道的这种事情 还是说你本身就比较擅长 就是跟人打交道 还是你是为了设计 为了自己的品牌 去不得不与人打交道呢 其实我觉得我是有两面性的 我是很想去和别人打交道 但是呢我又很害羞 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真的很害怕 特别是一个亚洲的女孩 来到美国这样的一个地方 然后你还要说英语 然后和这些老外的客户人群聊天 然后都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能够融入这个这样的社会 真的最开始真的挺难的 然后后来我就 也是我的一个老师 是在Parsan的一个老师 他告诉我们应该找一个切入点 比如说我们夸奖一个 你见到的一个人 他身上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可以从这个点 做topic和他们social 对那你慢慢现在已经觉得 稍微融入这个圈子了是吧 对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就就很easy的social 没有也不会脸红 以前就是低着头很害怕 然后会不会说错什么单词 会不会听不懂 现在完全已经没有了 就是最开始克服了最开始的困难 后面的话就好很多了 对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就是作为设计师 一个品牌独立设计师 您通常来讲的话 您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呢 哇 我每天的生活是五知多彩的 有时候我会安排 coordinate我的model 我们拍照 摄影 然后有时候我们会去海边 有时候会去在工作室里面 有时候的每一天 我会在工作室里面 做这些珠子 还要穿起来 然后再拆 然后再穿 因为有时候不是很完美 有时候就是不停地在做一些 PR的一些工作 就是和一些媒体联系 然后或者是和一些商家联系 比如说像Macy啊 什么这些商家联系 对听说您明天要去参加那个 跟Macy的买手谈一下合作是吧 是的 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合作有半年多了 最开始的时候 我并没有想过我会被他们选择 我其实觉得应该这么大的公司 他们有更多的selection会选我吗 可是后来我听说在两千多个的候选人中 选取了一个那是我 哇好棒好棒 对他们email给我说把你的作品 然后把你的东西发过来 他们想开始销售 现在对现在就开始了 对那恭喜您 以后我们就可以在Macy上面买到这些包包了 就是您被这个Macy 从两千多个这个相当于入选 入选人中选中的当下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我当时难以置信 我看了三遍他们的邮件 我就想确定这真的是我 然后确定确实是我们是我的品牌 然后我真的非常的开心 当然是的 可是呢也有一点焦虑 就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去和大公司 做business 会不会出错 会不会比如说 那个他们的那个order system很复杂 会不会我学不会 然后我就会被他们pass掉 就很担心 也有很多忧虑的 对但是您现在 这个相当于说已经被一些大公司认可了 您父母在这个您走设计这条路上 现在没有缓和一些 就相对来说能够接受您走艺术这条 艺术设计这条路了呢 有70%被接受吧 还是有30% 有一点就是觉得我 有30%就是觉得我 我们应该多关照一下自己的生活和身体 我觉得我工作太累了 其实这是现在他们所担心的 他们现在觉得原来应该去支持自己女儿的梦想 他们确实有很大的改变 就觉得应该去支持她的梦想 如果以后我有孩子 我也会支持她的梦想 我觉得真的有时候你是在为自己的梦想去完成你的人生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不是在为钱而生活 你不是房子的奴隶 你就是为自己去快乐 尽管你不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 但我觉得生活在这样快乐之中 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辛苦 在阳光暴摄下拍摄 或者是在部分昼夜的做作品 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就是太累 对 现在呢就是尤其是中国式家庭特别特别多 那很多父母呢不是很支持自己孩子的梦想和选择的方向 就这些孩子呢也是在夹缝中挣扎 你要对这些就是小孩说些什么呢 就是 我觉得 对 我觉得要对他们说的是要坚持自己想做的 不光是你是喜欢做设计 喜欢打电脑游戏也好 或者是什么踢足球也好 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天才 他天才出生在于兴趣之上 不是被force的 是他本身就很喜欢 当你在喜欢的时候 你就会成为天才 而且你要不要因为外界因素 外界因素包含你的父母 还有你所谓的很好的朋友 也许他们会是你的绊脚石 他们会给你的计划做否定 你一定要去坚持你自己最初的想法 要否定他们的否定 就是一定要坚持自己 一定要坚持自己 然后不能就是在你的人生过程中换 一直在换工作 换专业或者是就是不停地换 其实你换的越多你就不再是expert了 你就是一个随大牛的人 要做expert就是专家 你就是要成为那个坚持到最后的人 对 也佩服 非常佩服您的毅力 对对 这是我的 我的 对 experience 好 那我们来说一下 就是我们知道设计师 需要有不断新的灵感 根据当下流行的一些 然后结合自己的想法 去做出一些新的作品 当你灵感枯竭的时候 您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对 说实话 其实真的会有灵感枯竭的时候 当我灵感 就是有时候比较pressure的时候 我就没有灵感了 我就很压力在想其他的事情 我就会去逛vintage store 就是其实在我们美国这边 有很多vintage和antique store 你们可以去看 那个地方会有很多的东西 来自于很古老的年代 你可以看他们的当时的fabric 或他们的那个i-coin 就是他们的一些元素 然后它们真的会促使你 想再去做设计 就会唤起你的灵感 哦这样吗 对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对对对 你看啊 您跟这个品牌创立这么多年 也经历过风风雨雨 就是我们现在知道您 这个被Macy's选中 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您在这个品牌创立期间 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或者是特别大的挫折 对啊 就是在两个月前 我真的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挫折 一直是比较一帆风顺的 我觉得我很幸运 两个月前遇到的一个挫折 就是我的产品不能够跟得上消费者的需求 就是我们的库存已经空了 然后工厂不能够按照我们的要求 生产出那个数量 就是供不应求的状态 确实是一个好状态 可是就是有两个月是在那里空着的 就是给消费者或者是自己的粉丝 带来一种就是感觉 就是没有想要买东西 又买不到的那种心情吧 让我感到很压力很大 那个时候 现在我把它解决了 那特别不容易 真的很不容易 我终于解决了 这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您是如何一步一步拓展自己的渠道的 从最开始一个学生 一个设计师 一个只对自己这个品牌设计有想法的人 然后从最开始Ebay到现在 可以跟Macy's 对 其实一步一步真的就是 最开始是从Ebay 从Ebay上你其实学到很多 比如说customer service 就是最basic的东西 你真的就学到很多 你可以把Ebay的customer service的一些policy 搬到自己的company下面来 就很perfect 然后对就从Ebay开始 去了解客户人群 去读客户 然后慢慢的扩展大了之后 我就开始有了我们公司的第一个 office show的一个品牌官方网站 然后当建立了官方网站 我们就开始做了Instagram 就是现在很流行的Instagram 然后还有Facebook 对 Facebook的Instagram 就是这些social media 然后在Instagram上面 我们有很多网红 还有一些明星 比如说 Jason Weber的Voucher老师 都是我的客户之一 还tag我 我就觉得 从网站 从Ebay到网站 然后到social media 再通过social media 去找很多的明星 还有一些媒体的一些公司 他们给我不停的future和tag 然后这样整个品牌 就真的就慢慢起来了 差不多是这样的 对 那您记得就是第一个 被品牌或者是明星tag的时候 您内心的心情 是谁给你tag的当时 就是Jason Weber的当时 然后Jason Weber 在导师下面还点了一个赞 当时的心情是 我就截屏 我说哇 这真的是真的 对吧 然后不敢相信 会有这么多明星 尽管还是出钱买的 我没有是帮人过 就是我觉得我以后会想 sponder一些明星或者一些influencer 那在我的整个过程中 就还没有sponder过 就是他们都买我的东西 然后他们说 因为他们很喜欢 都想得到 就直接买好了 不用sponder就可以 然后给我free sponder 就是在因此上 tag我还是free的 一般情况下 我听那个influencer说 那些网红 是公司要给网红钱的 对 是的 对我从来没有给过 我上过很多 美国的national magazine 比如说Vogue L 还有一些 Cosmo 和Style Watch Lifestyle 这些magazine 在沃尔玛 什么 Walkland 那些地方 可以买到那种 都是他们的那些 media director 然后发现 我在social media 然后contact我 要想future我的 free future我的 产品 对 我的设计 就是 我觉得好开心 我没有付钱 就是从最开始 想做设计 不被父母认可 到后来 被这些 有影响力的人认可 就是内心应该是一个 非常满足的一种情绪 是吧 对 很满足 就很开心 觉得被认可 其实有时候觉得 赚的钱不是那么重要 好像是被认可 你所做的一切 是的 那种开心 那种成功的喜悦 对 好 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 作为一个独立品牌 你对买手店 是否有底气 就是您现在 有自己的官网 有在其他社交媒体上 Instagram Facebook上面 有卖一些自己的东西 那你对其他买手店 是否有底气 买手店的话 其实我还挺喜欢 买手店的 我对他们 成一种 我觉得还是挺有底气的 他们 买手店它集合了 所有各种小众品牌 或者一些大牌的一些 Limit Edition的一些 Collection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 买手店是一个 很不错的 一个选择的 一个渠道 如果你 卖你的东西的话 那你觉得现在这个市场 是买方的市场 还是卖方的市场 针对您的品牌来讲 买方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您是觉得 这个是消费者 说我们现在喜欢 这个方面的东西 您设计要去 这个迎合这个消费者 还是说 您现在设计出来 属于自己独特的东西 就会有消费者来买账 我觉得它是 就是看情况 有时候的话 我会去考虑 我有一半的产品 会考虑是 根据市场的喜好 来去定位 我的产品的设计的颜色 或者是款式 还有一部分是 根据我的喜好 我认为 我想要做这样的艺术品 然后放在这个地方 做出来之后呢 就是因为我的独特 然后去吸引了消费者 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些 是以我自己的想法 想做出来的 其实我有一个 很popular style的 一个所谓的best style 我没有带来 因为那个是一个 很大众的一个设计 然后是以 就是你刚刚说的是 以市场的喜好 去迎合大家 所以我会做 我会做两方面的产品 这一方面的产品 就是让能够体现 我的独立设计的 一个特点 它的独特性 你在就是我们所谓的 什么淘宝啊 什么那些 电子商务上 是找不到的 就是没有同款 对 是您独立设计出来的 对 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 这个独立设计师品牌的 消费人群现在有多广 像我们知道一些大牌 什么一些奢侈品的品牌 这样子的话 是有一定的固定 消费人群的 对 您觉得这个独立设计师的品牌 现在消费人群 这个占总体的消费人群 你觉得量大吗 我觉得这个量挺大的 有时候我觉得这个量 超过于奢侈品 因为奢侈品它的 价值很高 它已经fot到了很多 很多很多的人 大多数人都不是那么有钱的人 然后独立设计师品牌呢 它是又体现了设计的独特性 又体现了一个value 就是物有所值 就不会是那么贵 但是就是能够 普通消费人群可以接受的 对 其实我有好多客户 也是买Elevate Chanel的 他们会买我的包 就是因为您的包 就是很难撞包 对 特别有设计感 整体搭配起来 也特别有亮点的这种 对 特别你在参加什么party啊 晚宴的时候 你真的很想自己 是那个special的人 对 遇到你的 Soulmate的那个地方 所以 所以一定要很独特 让 touch别人的眼睛的时候 真的就想要一个 独特的东西 装饰 那您设计了这么多款包 您就是最开始 是如何定 就是这款包 我要受 我要制作多少个 我那款包要制作多少个 您是如何来平衡 这个数量的呢 在设计数量的时候 我会做一些样品 我先不会做数量 因为这样会对我有保守一点 对 我会做一些样品 然后我会发在我的social media 也就是你平时target的粉丝嘛 让他们来选择 就是如果你就关注他们的点赞度啊 或者是喜好啊 还有你的 以前的客户啊 让就是让他们来给你评分啊 你可以给他们发email啊 让他们评分 然后你就会发现 哪一款的评分会最高 然后我们就会对这一款进行下单 然后这样的 就是先做出来设计出来 然后让市场给你一个反馈 对 市场反馈的好 我们就多做一些 对 其实在里面还有一个数学的那个公式 只是我觉得在这里说 也许会太复杂了 它是有一个数学公式的 对 我们现在再了解一下 您觉得您可以慢慢把控品牌的消费者了吗 对 我觉得我现在基本上可以把控这个消费人群和他们所能接受的价格 都可以 我都可以知道 都可以感受得到 您是如何从这个 从eBay上卖这个自己的产品到现在可以很好的 这个与消费者进行沟通交流并很好地把控他们内心的想法呢 最开始都是看他们他们会给你一些request 他们会说有没有蓝色呀或者是有没有白色呀 他们会给你一些其实他们会给你一些想法 就是像这个Evil Eye这个Evil Eye也是很多客户说有没有眼睛的呀什么的 他们给你的这种疑问 其实还有一个是问有没有密封的呀什么的 他们的疑问其实也就是你下一个做设计的灵感的方向 也一个方向 对 您对自己品牌的期许 比如说未来十年 未来五年 您希望自己的品牌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呢 我希望这个品牌能够普及到整个more里面 就是我想要的 就是让所有就是成为一个national brand 就是让很多人都知道 然后呢 有机会在New York Fashion Way 就是纽约时装周官方的纽约时装周做一个自己的秀吧 虽然之前和专门去帮就是帮助朋友做一些秀 但是做New York Fashion Week 这office show的就是官方的那一场 我还没有做过 但是这是我的目标 你一定可以达到您的目标的 然后我们现在Sarah带了这个新银记的一些包包的这个款式 也是即将可能在Macy's上面有售的款式 就是来请我们的那个设计师给我们从中介绍两款 您觉得最有特点的包 首先是这一款吧 我先想先说这个Evil Eye 它其实是一个来自于土耳其的一个文化 它这个叫邪恶眼 邪恶眼呢 它的意思就是能够吸取所有不好的东西 然后再不好的东西 然后再把好的东西给释放出来 所以你当有拥有它的时候 就是你永远都是一个很好运气的人 这是他说的 然后在时尚界里面的话 Evil Eye就是这个邪恶眼已经成为了一个时尚的标志 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到什么 我们手势啊 我们耳环啊 或者什么的都会有Evil Eye 眼睛的这种体现 其实它最初来源是来自于土耳其的一个文化信仰的 对 然后像这款包 我当时想的就是这个形状 其实这个形状是有目的的 它是一个复古的一个那个T形状 就是不知道在我们的60年代 很多包都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就是T形的形状非常受欢迎 然后我就想要有一个T形的形状 在我的前面的设计呢 就大多数是以亚克力为主 就全部是亚克力的 但是现在我就想融入一些串珠的元素串进去 然后来结合这个亚克力的元素 让它成为一个新一代的一种新的作品出来 就不再是普通的亚克力 或者也不再是普通的串珠的一个包 串珠包我们见过很多 但是我就把它们结合起来 对 这个结合很好看 然后我觉得挺漂亮的 很好看 很好看 对 对 真的很漂亮 对 我们想介绍一下这款 这款我特别感兴趣 对 从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的水果呀花花呀 好像都是新鲜的 来您介绍一下这款 对 像这个我们你所看到的这个水果花 就刚刚你在说 这是真的水果 真的米后桃 真的花 还有真的 对 对 Strawberry 这些都是真的 我在想就是夏天的时候 我们都特别喜欢吃水果 不是 平时都喜欢吃水果 但是夏天就是水果嘛 就是水果的一种代表 象征物 所以花 草 水果 我觉得想能够把这种做到这个亚克力融合在里面 那肯定就是非常完美 就是相当于我在结合我的消费人群 他们的生活 就是我刚刚所说的生活和艺术 然后把它结合起来 其实我在给消费者说话 这是一种无形的语言 我用我的作品 然后展现出来了 对 那我们知道啊 就是这个把真的水果切片放在这个包包里的制作过程可能会比较困难吧 对 因为之前我也没有看到过有这种做法或者有这种包 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您做这款包的时候 然后遇到什么困难 很漂亮的 我当时都快疯掉了 我刚刚已经做好了知道吗 然后我就用那个牙签把这些蚂蚁给一个一个的弄出来 天哪 快成为虎 对 我们知道啊 就是在这个Sara制作包包的过程中 这个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困难 它可能在材料啊或者设计其他的方面会有更多的困难 所以就是更加体现了您设计这些包包的不容易 对 真的很不容易 就遇到这些各种困难 这个我都没有想过会是一个困难 因为估计是水果很甜 然后就吸引了那些小困难 对 来 我们现在让Sara带我们来分享一下 您觉得今年秋冬流行的一个方向 时尚流行的一个方向和一个趋势是什么呢 我觉得在秋冬的话 从颜色的话肯定就是什么深红色 Burgundy或者是一个绿色 因为会有圣诞节 对 然后还有一个元素就是在这个包里面 你们所看到的这个叫Oxtry fur 就是鸵鸟毛的这个会在秋冬的时候会比较流行 会用在包上或者会用在我们的garment服装上 这是秋冬的一个流行特点 我们想知道一下就是您搞设计这么久 您最崇拜的设计师是哪位 我有两个比较崇拜了 有一个已经死了 他叫亚利斯山大麦坤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设计师 他死了好像是自杀的就走火入魔 我真的很理解 最开始不能理解走火入魔 有时候我有那种走火入魔感觉 就会depression 你在做设计的时候 做到有一个阶段 你会感觉你比较depress 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状态 当你depress的时候 就会更加的容易表达出你想要做的东西 比如说我明年要做的一个作品 是从我的depression里面出来的 也就是讲述的是传统男人喜欢控制女人 然后女人永远都不会有自由 然后就像在鸟笼子里面的那种感觉 他想要挣扎出去的那种conception 那种概念 所以对当你越去想这个的时候 你就会去研究他们的history 就他们的历史 就像我们古代的女人 就是被男人控制那样等等 其实不光是中国 在整个世界都是这样 对 像亚历山大麦坤 他就也 对就是他真的很厉害 他是以骷髅头而出名 然后他的各种的元素啊 什么都很抓住我 还有每一场的fashion show 他都是有一种灵魂 我一个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或者说是videographer 就是拍照摄影啊 这些就是很大的收获 还有就是可以认识很多的朋友 还有一些很多的机会去 在在时尚这个圈里面 也就是我小时候梦想的那样 可以看到自己的作品 在这个runway上走 然后自己就在里面 他就是我的一个作品在里面走 这些model都在为我工作 我就觉得特别开心 这些都是收获吧 希望我们Mellon Blocks的设计师 Sarah以后会一步一步更加接近 自己小时候的梦想 感谢您今天过来参加我们的采访 谢谢 谢谢 好 拥抱一个 谢谢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美男大咖谈 我是小鱼 如果您感兴趣 我们对于时尚美妆 以及当下流行资讯板块 可以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感谢Sarah 拜拜 拜拜